首映里结束后 导演田宇生又带领郑凯 韩庚等主演 马不停蹄奔走于各个影厅 与观众近距离互动 由电影频道推出的《前任寺英年早婚》 首映活动荣媒体直播 全程跟随影片主创团队 完整记录了路演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 电影《前任寺英年早婚》即将登陆国庆档进行角逐 导演田宇生原本还不算紧张 但一听说目前影片在国庆档中的想看人数最高 他立马把嫌绷紧了 想看这么高我有点压力 因为怕就是大家期待太高 其实有点小担心 就是我觉得都有点太高了 我就是弄得 就是 十年来四部《前任》系列电影陆续上映 也用光影记录了主创办十年的成长历程 你看《前任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三十岁 我对那一段是非常满意 它是一个纪念册 它记录了我从男孩到男人的一个转变 在这十年里面跟着这个IP和跟着观众 一起成长 一起笑 一起哭 也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到了今天 我希望它能够变成一个 我们可以一直续写的一个IP 新片中 几得恋爱人都经历了不同的情感波折 郑凯透露 其实当初他们是拍了几个不同版本结局的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导演说 先这么拍 如果他们俩能够 最后这一部里边就决定 结婚了 那也挺好 如果没有决定 那留了一个悬念 我们拍了 但是没放 既然导演没放 我觉得就让他 就让他变一个悬念吧 天哪 如果导演想公布给大家的时候 再释放 这边郑凯忙着剧透 那边韩庚则是了解了他们在片场的欢乐氛围 当天主创们马不停蹄 奔走了二十多个影厅 在收获众多观众认可的同时 也赢得了包括家人在内的 众多圈内好友的点赞 非常好看 我老公眼谁像谁 我希望他可以一直拍下去 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会拍下去 我年轻人一定会爱看的 然后舞的时候会不会拍《已婚离役》 活动最后 于文文轻唱起了新片主题曲《何必》 以此答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怎样等过你 就怎样错过你 曾那么紧的抱过你 不放手太窒息 我也没有参照 我记得准备你 有没有参照